OK,好,我們現在重溫一點點,就會重溫到這裡 上次由你們的筆記交給我的功課看得到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究竟有沒有抄襲 我寫在英文書上的筆記 有抄襲呢,現在先打開書 沒有抄襲呢,待會我已經把筆記寫給你們家人 未抄襲的話,麻煩你們在家下課後再抄襲 不然你們就會不斷地做錯,就會不太好 準備回英文書 其實正常來說,上次的英文書應該寫了很多東西 對,就是這裡 如果你沒有這本英文書的話,看著網上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看這裡,重溫一點點 首先,上次的功課已經對聲給你們了 我就不說太多了 OK,我們看這次他要做些什麼 I want to play badminton OK, play badminton OK, how do I get to the... OK, how do I get to the... 高階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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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badminton 應該去哪裡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話 待會下課後,你留下來讀一些字給我聽 OK,我們不等了 雷仁橋回答 Sport center 對 Sport center 我們這次就不用加雷 因為上次說了,我們用d 所以就這樣寫sport center 記得sport是有s的 OK 好了 我們從哪裡出發 首先是John John在哪裡 John在這裡 他應該是動物園來的,是不是 但我們首先呢 你看上次的影片是什麼 還沒 因為我看不到 好,不要緊 那我們離開一個地方 離開一個地方 你看回那時候再寫筆記下去 那你就會認識的 OK 哎呀,這個沒有了 不要緊 我先寫sport center 好了 陳子言準備答我 第一句是要寫什麼 離開一個地方 在哪裡出發 是go什麼 go out of go out of go out of 對了 那離開哪裡 動物園英文 何錦浩 go to z o o 好噁心 好噁心 go out of go out of 接著呢 從動物園走出來 看不見到 他第一步是做什麼的 過馬路 是嗎 梁耀威過馬路是嗎 19題 過馬路 看一本本書 好,不要緊要 陳子言得 過馬路 對 walk across the road 對 walk across the road OK 好了 接著呢 他就說了 walk across the road 過馬路 之後就轉右 轉右之後呢 就怎樣 什麼pearl road pearl road在這裡 pearl road在這裡 看不見 所以是轉右之後 又再轉左 OK 所以呢 但是後面有街名 所以我們是 churn left churn left 和街名中間 還要不要加個字 加個什麼字 學習同 這裡要加個什麼字 into 沒錯 into 記住是簽的 同一個字 OK 好了 接著呢 walk along the road 其實跟walk straight ahead 是一樣的 OK It is什麼 the new stand 好了 new stand 就在這裡 OK 運動場就在這裡 是嗎 所以是旁邊 旁邊的英文是什麼呢 就是心如 隔離 next to 對 沒錯 next to 上次呢 有同學呢 就寫了其他的字 什麼near 或者是across 那些呢 記住我們呢 是學英文書的東西 運用出來的 OK 就不是自己想這些字 寫出來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寫書裡面的 方向詞為字詞 都是當錯的 OK 就是這樣了 那你很快地寫了這裡先 由於大家都不是太過清楚 記得上次講的筆記 所以你會用回英文書的 如果你寫完的話呢 就準備英文書 打開第二課 梁耀威準備英文書沒有 OK 有人說還沒寫完 Anna呢 Anna寫完沒有 也要進來 好嗎 OK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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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看這文書 好了 我們只是重溫一次 我們只是重溫一次 問人家怎樣去一個地方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紅色 Where can I find? 然後我們用啊 第二個方法就是 How do I get to? 都是問人家怎樣去一個地方 好了 首先我們第一句 教人家怎樣去的時候 我們第一句一定會說 離開你出發的地方 是吧? 譬如我在家走去補習社 那你都要離開了家才行 是吧? 那就go out of 看到嗎? go out of 出發的地方 OK 然後你就要看一下 究竟地圖是叫你向前走 還是過馬路 什麼叫向前走呢 看看紅色這裡 看著紅色這裡 看見到條路是打直的時候呢 我們打直走 就是叫向前走 條路是打橫的時候 我們打橫走 就是叫向前走 就是條路的方向是怎樣 你就怎樣走呢 就是叫做 walk straight ahead 或者go straight ahead都行 一模一樣的意思 OK 但是呢 如果條路呢 很明顯 就像剛才那樣 有斑馬線的 或者它是這樣 條路是打直的嘛 它打橫走 或者條路是打橫的 它打直走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 walk across the road OK 明白嗎? 好了 繼續吧 那這個呢 就是教人家怎樣走 好 旁邊呢 就是說說 究竟那個店舖的位置在哪裏 Next to 剛才說了 就是旁邊 opposite 就是上一堂說的 對面 OK 然後呢 轉左轉右 就是turn left turn right 如果後面有藍色一個街名 我們就會加into OK 如果沒有街名 就不用加into 就是turn left turn right 就行了 最後要告訴別人 就是寫聽你想去的地方 在左邊還是右邊 可以嗎? 這個表呢 除了上課沒有上的同學 這個表其實我們上次呢 已經講了很久的了 OK 還有叫你們一定要寫下的 都是啦 如果你還沒寫呢 我稍後會發給你 叫你寫的了 可以嗎? OK 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筆記了 筆記 剛剛那版的下一版而已 這裡 這裡 那它有分的 它有這個 題號的 看到嗎? 1 2 3 4這樣的 是怎樣的 上次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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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明白了 現在做 不懂就看回剛才我教你們的書 那裡 行不行 還有呢 一會兒我會問你們的 行不行 如果你們選擇不回答的話 不要緊 有些同學呢 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特意不回答的 OK 那不要緊的 如果你不回答的話 或者沒有回答到 答錯是沒有問題的 OK 不回答 或者沒有反應那些 那待會兒 我們下課的時候 你就留下來 讀回我們全部的東西 給我聽一次 行不行 OK 現在開始做 幾分鐘就完成了 不懂就看書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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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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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